我孩子今年十岁 然后我们生活在德国 孩子的水平还是不错 能参加过那个钢琴比赛 获过第二名 他在这边音乐学校的这个比赛当中 都是满分 满分是很少的 就会出现 时尚达到150 然后很顺利地成为那个 分散会的 所以因为太调皮了 我就想找一件事情 让他紧下去 完成一件事情 他在聆听这件事情 反而能特别专心地去做这件事情 人的产品 绝对是一个很有创业的产品 确实解决了这个 年轻孩子的一个痛点 就是小孩在年轻过程当中 出现了这个试图的错误 如何把曲子谈对的问题